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在好几名的远景陪同下走出家门 原来他与自己的妈妈发生争执爆发口角 不小心推击过程中竟然导致妈妈重衰 甚至疑似因此身体出现不适 送医后宣告不治 新北新庄发生一起离奇死亡事件 一名男子与妈妈同住 两人因为要不要吃早餐意见不合而爆发口角 男子一气之下推了母亲 导致妈妈头部撞到家中玻璃门 当下虽然意识清楚没有状况 没想到到了傍晚竟身体不适 送医过程中没了生命迹下 警方获报马上介入了解 带您来听听说明状况 据了解这名黄姓男子与母亲同住 平时会照顾妈妈起居 25号上午竟因为口角与妈妈爆发推挤 当下妈妈摔倒后男子将人扶起休息 没想到到了下午男子的弟弟发现妈妈身体不适 送医时妈妈竟然没了生命迹象 急救后申告不治 相信死亡原因目前还要香烟厘清 而警方也依照伤害致死罪嫌 进一步追查